这是戴着墨镜的溥仪与弟弟溥杰、玉虫还有端康太妃在玉花园里 从1908年登基到1924年出宫 溥仪在皇宫中居住了整整16年 在这期间,溥杰与侄子玉虫相继进宫做溥仪的伴读 1913年,龙玉太后去世后,端康太妃成为后宫之主 溥仪与端康太妃的关系若即若离,两人并不偿合影 这一张合影可以说非常珍贵 除了溥杰与玉虫外 溥仪的小舅子润齐也常进宫陪溥玩耍 后来,这三人陪伴溥仪一生